神障兵、糖尿兵、高血压患者 医生不建议饮用牛奶 一、因为牛奶的乳糖含量很高 虽然是现奶,但含糖量很高 相当于含糖饮料的一半 但是牛奶中的糖没有味道 所以吃的时候不会觉得天 老年患者常有消化乳糖的问题 因为身体没有消化酶 所以会导致腹脏 糖分剂如糖会成为坏菌和真菌的食物 引起肠胃问题 二、牛奶中的蛋白质是汉高量酪蛋白 牛奶中的蛋白质可分为两部分 一、酪蛋白是一种难以消化的蛋白质 占牛奶的84% 二、乳禽蛋白、容易消化的蛋白质 牛奶含有20% 因此含有肾脏疾病、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患者 不一合普通牛奶 因为你会得到难以消化的罗蛋白 这可能比大于利 如果想吃蛋白质间 亦选择分离乳氢蛋白 一种容易消化的蛋白质 因为它是一种去除罗蛋白的纯蛋白质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